纳宏书第一章 以下是对尼尼维的宣判 就是伊勒哥斯人纳宏的异象录 耶和华是极恶和施行报复的神 耶和华施行报复 并且满怀烈怒 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 向他的仇敌怀怒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可是大有能力 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耶和华乘着狂风暴雨而来 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 他一斥则海 海就干了 他是一切江河枯干 八山和加密的树林枯岗 笛巴嫩的花卉雕残 大山在他面前震动 小山也都融化 大地在他面前废去 世界和所有住在世上的也都这样 在他盛怒之下 谁能站得住呢 他的烈怒谁能受得了呢 他的愤怒像火一般喷出来 磐石在他面前都崩裂了 耶和华是良善的 在患难的时候 他做人的避难所 信靠他的人 他都认识 但他必用泛滥的洪水 进行毁灭尼尼韦之地 把他的仇敌赶入黑暗之中 尼尼为人啊 你们对耶和华还有什么企图 他必尽形毁灭 患难必不再次来临 他们像缠结着的荆棘 像喝醉了的酒徒 又像枯干的河街 全都被脱灭了 有人从你那里出来 就是仇化奸恶的人 图抹恶事攻击耶和华 耶和华这样说 你你为人虽然装备完整 人数众多 他们仍必被剪除 这样就完了 我既然使你受过苦 就一定不再叫你受苦了 犹大 现在 我必粉碎他在你身上的恶 打断你的锁链 你你为啊 耶和华已经向你下了命令 你的名字 必不再传于后世 我必从你的神庙中 除掉雕刻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为你预备坟墓 因为你没有存在的价值 看哪 那传报佳音 宣告和平之人的脚 已经站在山上说 犹大 守你的节旗 还你的愿吧 因为那坚饿的人 永不会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经被彻底除灭了 那红书第二章 你你为啊 那分散邦国的必上来攻击你 你要固守堡垒 严防要道 竖紧你的腰 大大增强你的力量 然而耶和华必恢复雅各的光荣 好像以色列的光荣一样 因为劫掠的人曾把他们劫掠一空 又把他们的葡萄枝子毁坏了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 战士的衣服是珠红的 在他预备初级的时候 战车的钢铁闪烁如火 既兵即驰 战车在街上狂奔 在广场上东奔西池 他们看起来像火把 跑起来像闪电 亚树王召集他的全臣 他们碰碰叠叠而来 急急忙忙走上城墙 竖起了防御的挡牌 盒闸都被打开 宫殿也被摧毁了 王后赤身被掳去 他的宫女都哀哭 声如鸽子 个人垂胸痛哭 自古以来 尼尼韦一直都像个水池 池水不断流出 虽然有人呼叫 止住止住 却没有回转的 你们截掠银子 抢夺金子吧 积蓄的财宝无穷无尽 珍贵的器皿不可生数 现在却空虚 荒凉 一无所有 人心惊慌 两膝发抖 全身疼痛 面无血色 狮子的洞穴在哪里 喂养幼狮的地方在哪里 公狮 母狮和幼狮 不受惊吓之处 可以咸游的地方 又在哪里呢 公狮为幼狮撕碎足够的食物 为母狮掐死活物 把猎物塞满了他的洞 把撕碎的填满了他的血 万君之耶和华说 看哪 我必攻击你 我要把你的战车焚烧成烟 刀剑必吞灭你的诱尸 我必从地上除去你的猎物 你使者的声音 也必不再有人听见 纳红书第三章 这留人写的城有祸了 全城欺诈 充满劫掠 抢夺的事总不止息 鞭声嗖嗖 轮声淋淋 骏马奔驰 战车颠簸跳动 骑兵腾跃冲锋 刀剑朔发亮 枪毛闪闪生光 被杀的人众多 四尸成堆 尸体无数 众人都被尸体绊倒 都因妻女多有银行 施邪术的美丽女巫 借着她的银行诱惑列国 借着她的邪术欺骗万族 万军之耶和华说 看哪 我必攻击你 我要把你的裙子 掀到你的脸上 使万国看见你赤身露体 使列邦看见你的羞耻 我要把污秽 可赠之物 抛在你身上 侮辱你 使你成为 众人观看的对象 看见你的 都必逃避你说 你你以为荒凉了 有谁为她悲哀呢 我在哪里 可以找到安慰你的人呢 你比挪亚门还强吗 挪亚门位于尼罗河流域 周围有水环绕 海是她的屏障 水做她的墙员 古石和埃及 是她无穷的力量 福人和路比族 是她的助手 然而 她却被迁徙 被掳去了 她的婴孩在各街头 被摔死 人们为她的尊贵人抽签 她所有的达官贵人 都被锁链捆着 至于你 你必喝醉 必被隐藏 你必因仇敌的缘故 寻找避难所 你一切堡垒 如同无花果树上 出熟的果子 若被摇汗 就必落在想吃的人口中 看哪 在你里面的人都是妇女 你境内的门户 都像仇敌敞开 你的门栓被火烧毁 你要打水 已被围困 巩固你的堡垒 踹泥踏土 紧握砖磨 在那里 火要烧灭你 刀剑要除灭你 吞吃你 好像吞吃炸蒙一样 你只管增多如炸蒙 加天像蝗虫 你增加了你的商人 多过天上的星辰 炸蒙退了壳 就飞去了 你的领袖 多如蝗虫 你的军长 像一群群的马蚱 天凉的时候 停留在篱笆上 太阳一出 就都飞走了 没有人知道 他们在什么地方 亚树王啊 你的牧人睡觉 你的贵族安歇 你的子民 分散在各山上 没有人招聚他们 你的创伤 无法医治 你受的打击 非常严重 听见你这消息的 都必向你鼓掌 因为你不断行恶 谁没有受过害呢